他刚刚接了个电话 说有个老板呢 要上咱那儿呢 订一批货物 我们有没有信心 把这个老板给我拿下 有 喝 挥手 行行行 完蛋的完蛋 喂 喂 喂 我的心喊不好 喂 喂 张杰继啊 我是张杰继 你来了吗 我来了 你到哪了 你告诉我的弟子 我到了 我没看见你公司那牌匾呢 我忘告你了 那个这两天风大 把那牌匾嘛 给吃掉了 你往里走了 我看着你了 哎呀 大层的 你浪费的电话费 你好 你好 哎呀 你这地方也太费了 我拐了这些玩儿 要不这些胡同才到啊 酒香不怕 像得深 好货不愁有买主 这话倒对 我打电话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现在呀 做了一个批发油的生意 就想找一个呀 长期合作的伙伴 所以我就找到你了 那你找我 你就找对了 我敢说 我们大城的生物有限公司 生产的产品 是嘎嘎地道 嘎嘎正宗 嘎嘎唇的地勾油啊 我知道 要不然能找你吗 那个 你的油都是什么价位的 价位 你看你往哪卖 咱这个是销路不同的 咱价位不同 小商小贩一个价 星级酒店一个价 机关食堂一个价 那就是机关食堂的吧 这个价我一个人还定不了 我跟他们商量一下 好 机关食堂 少三千一吨 你们干吗 不干 不干 干 回去 完蛋 他们说了 少八千一吨 不干 钱肯定没问题 主要我是担心啥呀 你这个油能行吗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 但是你不能怀疑 我的产品 不 我不跟那个意思 我就说你这个油啊 这个油号能不能达标 能不能达标 都超标 超标 我 我们工厂呢 就是生产的产品呢 是工艺精湛 是分工明细 不信你就上我们车间看一看 好啊 陶老主 来 Let's go 陶 哎 哎 哎 干啥呀 大成长 停 他们是陶老主 每天呐 起早贪黑 挖地沟 拉盖水 不容易啊 他这是职业病 看着哪都想逃 哎呀 你别 别喊我头 停 停 那点头油不够干啥的 回去吧 哎呀 这陶老主也太敬业了 敬业的还在后边呢 已导 Kat 初恋主 来 毕竟 托 这烈油还出对象吗 初恋 ї 기� 就是把那盖水拉回来以后 第一步由他们来提炼 他们很辛苦 得耐得住高温 穿带可挺特别 啥特别 他把我衣服穿上 那么气 你以为我愿意穿的 你这玩意知道长 我都迈不开步 都不到 你俩别记得 说实话 这个精炼主 很辛苦 得耐得住高温 你看给我兄弟累 都累脱水了 这样吧 晚上呢 给你俩那个伙食改善一下 一人一个炸鸡腿 这咋的了这是 那个 这个鸡腿吧 是地沟油炸的 你看 卖不出去 就得自己消耗 你还要喝多了 这位是干啥的 他是放风煮的 你拉倒 我这喝的五米闪到的 给谁放门啊 你只见七一 不见七二 真要是警察来了吧 他这门口放风了吗 警察只要逮他 他嗷就一嗓的 全村的狗就都叫我了 我们就知道信号了 那卫城翔啊 这么有感召力啊 大厂长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啥呢 就是你这个油啊 咱们人吃了以后 会不会吃出毛病来 肯定没毛病 你不信你问他 阿脸过来 他刚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吧 我们公司呢 这核心业务 他根本就不知道 看我们有油罐的 天天往家偷油 十二年 你看 啥事没有 你看 啥事没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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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不然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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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的 我这不就是 吃出毛病来的吗 不是 吃出毛病 咱也不怕 我们还有法律救援主呢 法律救援主 这个主是干啥的呀 这帮孩子吧 精通法律 真要是警察来抓我们 他们有一套词 专门对付警察 要警察 难以取证 谁有这能力 那不信 你试试 就假如说我是执法者 他们就不能让我取得证据 那肯定的 有这能力 那我试试 你 你是什么主的 我 你不知道吗 你是掏牢主的吗 那 我告诉你 你掏牢餐厅的垃圾 进行炼制地沟油 你犯法了 啊 我不知道啊 那我哪管那事啊 他们练地沟油了哦 我是个拉盖水的 怎么我们拉盖水还犯法吗 拉盖水不犯法 那没有我啥事 你呀 你呀 差一连地沟油 你犯法了 我练油了 我也练地沟油了 但我不知道那是给人吃的 你是干啥的啊 有事找我们老板去 哎呀 你这人说话得这么横的 谁横啊 你干嘛的 你上这户渣渣的 我告诉你 这是五菌车间 你赶紧给我出去 哎呀 喂 你还整个五菌车间 我又说 你跟连地沟油里 有什么五菌车间 我说的话 这外面你好 你翻这以后 我告诉你 我以后 你今天有谁管你 我发现你 我这外面你 我跟你说 以后你对着你父母 对着你地方 我发现你啊 你出手太狠了吧 小一点 你们老板呢 我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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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的了 不是啊 你是老板呢 我是老板 你涉嫌呢 你这炼制地沟油 你的公司已经犯法了 值得不知道 那个这个先生 请你不要先下结论好吧 你看一样东西 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我们大城的生物 有些公司 是有营业资质的 我们是生产地沟油 但是我们的油吧 不给人吃 是给飞机用的 哦 飞机用的 先生请问您买油吗 您是卖什么油的 我是销售标准实用油的 你这个标准实用油啊 就是用地沟油做的 您哪 犯法了 哦 我买到的 我买到的 不知道 不知道耶 不知道我卖的是机控油耶 我就知道 我进的货 都是标准实用油 哦 我怎么会干那种 没有良心的事情 我是无辜的 你看我都怀孕两年了 我怎么会干那么没有良心 缺德的事 放了我 我不是 这别说是装力还真挺像啊 怎么样 我们敢说 我们把自己的责任是推卸的一干二净 高啊 高 实在是高 高的还在后边呢 你再看看我们这个诉苦组 还有诉苦组 专门是感动警察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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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啊 丑 一天干活儿没有头 推着那小车找的够 为你使我点儿油 吃饭我都吃不饱 睡觉我也睡不够 身上的衣服没个心 现在闻闻还挺丑 亲亲朋友不敢见面 天而海地躲着走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 啥事才能熬到头 啥事才能熬到头 哦 啊 哈 哈哈 哈哈 大成长 他们是真能感动警察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上诞了 啊 他们是为了拖住警察 让我们大度逃跑 赢得时间用的 啊 哈哈 你说这要不说 谁能知道啊 就这一个造假的队伍里 还有这么严密的组织 佩服 我呢 答应过他们 要好好照顾他们的父母 并且呢 给他们父母呢 一笔钱 他们时时刻刻 为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太好了 跟你合作 只一百个放心 现在我们就签合同 我先定五吨的货 然后呢 我想你去扔点定钱 不用 货到付款 诚信至上 地址给我就行 好 来 这是我的地址 兄弟们 过年咱来钱了 生活地址 辽宁水阳 兄弟们 撤 飞着我 飞着飞着 走啥呀 你早点把地址拿出来 你要把地址拿出来 我就不跟你谈这笔生意 飞得进 都犯不上 你生活地址 辽宁 现在谁敢把货 往辽宁 现在辽宁 专门成立个 打假那个部门 往那儿送假货 那不找死吗 那不往火坑里跳吗 那不是 大长长 你还知道啊 我能不知道 我是干着玩意的 你 你是 我是警察 好 好 来